Hello,大家好,我是硬阳科技的讲师陈云 那今天呢会由我跟大家介绍有关于Celsis Power DC的部分 那从Power DC呢到Power DC2再到Celsis Power DC的过程呢 基本上从Power DC到Power DC2的这个产品的部分 那它的设定方面基本上它只多了一个Computer Resource的设定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用多少的资源 就是电脑多少盒 去跑我们的Case 那以前的Power DC的部分呢是不需要去做这个设定的 那做这个设定基本上我们有去比过这两者的一个差异 那以前的Power DC基本上它的一个Resource是全吃满的 那你用现在的Power DC2去做一个实验的话呢 如果吃到8后那以前的全吃满 速度甚至还比之前的还要快 那到Celsis Power DC 它的一个差异就是它可以在后期产出 Simplify的Model 看两种一种就是Jual Heating 那另外一种就是Component Heating的部分 那从Power DC2到Celsis Power DC的这个过程呢 Celsis Power DC再搭配Celsis CFD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去看 除了看电之外可以看我们的热的一个Tool 那这个热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要热的部分要解的热 基本上包含传导对流辐射的部分 那Power DC呢是比较针对在传导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看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如果是你要看到对流跟辐射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利用Celsis Power DC加上Celsis CFD的Tool的部分 去把它结合起来 那在热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 以上面的这个公式来说 当你板子上面有热产生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们的电阻值又跟着上升 那电阻值一上升 那我们又会有更多的热产生出来 所以它会变成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那一直到达 可能到达到某个温度的高点的时候 那你的板子可能元件就会溶掉 消掉或者是松脱等等的部分 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在意的 那除了板子上的传导热之外呢 对流跟辐射热基本上也是我们需要去在意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Ehanced HTC Model的部分呢 是在于Celsis的Power DC里面有的一个功能 那在以往的Power DC是没有这个功能 可以去让你做一个勾选的一个动作 那在以往的Power DC的部分的话呢 它在解这个HTC的时候 也就是传热系数的时候 它会把它当成是我右上角这张图 它会把板子都当成是很均匀的一样的温度 然后去解整块的HTC的一个model 就是HTC的值 那在Celsis Power DC的部分的话 如果基本上如果你对于传导跟辐射热 它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在一个自然对折的环境底下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Ehanced HTC Model的部分去做一个计算 那它解出来的一个热的部分 会比原本的还要准确一点 那右下角的这张图呢 就是在说我勾了这个Ehanced HTC Model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在解HTC的值的时候呢 它会利用Mesh切出来的一个大小 去当成是一块的值 所以如果我今天切了200万的Mesh 那它就会解200万的HTC的值 那去做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模拟的部分 那在HTC Mode勾选起来之后 右下角是它去做比较的图 左边是没有勾的一个HTC Mode的部分 右边的话是有勾HTC Model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它的温度就会差到大概20度左右 那所以如果在利用Celsis Power DC的部分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会建议客户要去勾HTC Model的选项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还没搭配CFD的时候 我们去做的一个模拟的部分 那因为是在自然对流环境底下 基本上去勾HTC Model其实就够了 但是如果说你的板子上面有一些散热的条件 包含了可能散热片啊或者是你有用风扇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降温的条件等等的部分的话 那这些部分的话是我们HTC Model是没有办法去cover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用到我们Celsis CFD的一个功能 那去帮你计算我们的对流跟辐射热的一个部分 那再搭配我们Celsis Power DC的部分 这样才会是一个完整的Solution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有点部的 如果有空来的话 我们也有点多的 能不能留下 我们就会在这边 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在这边 也不可以说一下